來看到香港這次疫情也約到冠家 香港政府在上禮拜六禮拜 在佐敦區來實施這個風區的經驗 這香港提升認定也表示有效果 不過原來說這次的風區的作施 因為這個風聲有招勞 順便讓有的記憶招向到 坐這請風給三個醫療人員 驚來驚去 香港佐敦區四條雞仔樓 裡面十六個雞窟 上禮拜六禮拜去逛紅色 檢測出入 也將這裏面差不多七千塊的記憶 在四十八點前來做北斗的檢測 五十三的人確診 這時香港政府頭一次的推出雷鴻霞 在佐敦疫情發揮 特首任提案我表示 目前已經有看到效果 也發現兩百塊要檢測所沒有去檢測的人 成功賺出了十三個隱性的個案 七千人找到十三個靠近的個案 有專家認為成本的效益證據 不過連電話我憑過 這樣做可以跟檢測的團佈人切好等 它表示有幾面真正檢測是陰性 要檢測出用性 證明北斗的尖學基金等 然有必要 沒有拜託後一天會在工庫來強制檢測 也會為這次工庫的經驗 也會做精進也會改善 所以當然仍然有改善的地方 但今次在消息的 漏了載是有少許不幸 所以往後我們會考慮公佈的消息時間 做3650號的家庭訪問 連電話我事務開展工庫的 市民感到進步方便 也團出擁有馬的高難 是真是潛水報 可能是歐治理工庫的所在 不過部長不能公佈 歐治理工庫的故事一個時間 不用特色的方式來進行 林鄭月娥也強調說 由借人向北京政府 正出印尊中國桌的疫苗 記者綜合報道 請問一下